應該是部長自己 因為他把它調高到 是一個民主的問題 對 傷害民主 這個如果是真的傷害民主的話 我覺得文化部要出面 開一個討論會 所以為什麼這樣一個動作 我們的民主怎麼那麼脆弱 你想想幾年前 美國人有人丟鞋子給布希 布希就接到 沒有傷害 如果傷了 如果碰到布希的話 那是不是傷到美國的民主 我覺得更是 我覺得更加彰顯美國的民主 應該是這樣講 現在有趣的是 昨天這個案子發生以後 各方不管哪裡 大家的評論最保險 最保守 最沒有副作用 最不會有併發症的 就是四個字 譴責暴力 一樣的 我們節目開始 要大家一起都譴責暴力一輪 講譴責暴力就沒事 而且也交代 但是我們就要進一步討論 什麼叫暴力 暴力叫Violence 那你出手是不是暴力 我覺得出手不管輕重 就是暴力了 沒辦法 所以叫你出手 對不對 但是你看我們國會幾年來的 這種出手 大打出手 集體暴力 我們的移民兄 這個大 還當了主角 也是一輩子沒打過架的 但是大家 這個記憶是不是很深刻 而且我沒有還手 實在 大家沒什麼意識 大家意識 把你吹吹滾那個而已 對打的沒人記得 打人的大家才記得 不是 因為他的理由 有的時候是杯葛預算 有的時候是對院長的 處理的程序 或者是有時候不滿 就產生這種 所以他的理由不是很尖銳 不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打就打就算了 有人拿些東西 像黃偉哲拿東西 那時鐘一丟 對不對 那個算不算暴力 傷到人 傷到人有砸流血 對 那個也是暴力 但是大家好像都沒有那麼 很快就忘記了 很快就忘記了 不過我們兩次受傷 都是為了一粒一休 一粒一休也是很重要 但是我告訴你 你看你沒提醒大家都忘記 但是我告訴你 掌國這個臉部是不一樣的 台灣人叫做功勢 叫做勝吹配 叫做勝吹配 我要請教你 這有公然侮辱的感覺嗎 如果我打你三下屁股 跟你被我這個臉輕微 這樣碰一下 你覺得哪一個輸入比較大 我覺得有 比較像性騷擾的感覺 不是 剛剛你覺得 你的舉例很像性騷擾 不是 打臉厲害的地方 就是你覺得有性騷擾 但是我一點都沒有 我們到法庭 我覺得請所有的共生人 但是受害者的感受比較重要 你是施暴者 我們把剛剛那一段 再演幾次 看看大家的感覺 有沒有那種感覺 我覺得你們不會有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你這樣選擇 他有什麼特徵 通常他是一對一 對不對 他不會群體 勝吹配的群體 通常一對一 通常他動手的原因 是很敏感的 要嘛就是意識形態很深 要嘛就是國仇加恨 雖然沒有那麼深 但是是深吶跟深吹 就深吶勝吹 然後勝吹深吶 你有沒有聽過潛藍 或是潛藍 或是中間的互相滲來滲去 有嗎 都沒有啊 就是顏色的兩個極端 可以滲來滲去嗎 不是嗎 最近為什麼暴力越來越多 我倒是沒有這個感覺 我現在讓我想起了 我幾年前的一個故事 我到友台 就年代的節目裡頭 我在旁邊坐了台灣國的領導人 他坐到旁邊 拿著一把斧頭 而且滿大的 出到我旁邊要拿著斧頭 是道具的還是真的 不 真的 他還是某某大國營事業的工程師 退休工程師 為什麼可以戴斧頭上節目 我就不曉得 那是一個鼓勵 需要鼓勵鑑定嗎 我問你這支鋪頭要做什麼 他說要打你的 要講你的 他真的很 就殺有戒指的 很嚴肅的 就講說今天要講你的 就這樣 他當然 那你沒有 當然 他是要嚇過來 我這個人這樣嚇得到對不對 對 台灣民主不容被恐嚇 你就回去發臉書 所以這個大家印象深刻的 是因為Sentify有他的特殊意義 這個叫做什麼 如果你勉強要把它講成暴力的話 這是羞辱性的暴力 所以這個暴力可以很輕微的暴力 但是也比較不能忍受 跟打屁股 打五下 打六下 鞭刑幾下 這不一樣 這個叫做羞辱性的暴力 不管他多輕微 所以Sentify有他不一樣的 所以才會引起大家的注意 好 這種事情發生了以後 會發生怎麼樣的回應 其實大家都注意這個 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 都要細數過去 誰打誰 一大堆 都講到李清華 李清安 邱一營 管閉靈 同樣打巴掌的 不 大家忘了兩件事情 早年張俊雄 架了梁樹蓉 也有被提醒 還有張川田打了邱創煥 那個也都是跟統獨 跟意識形態有關係的 如果沒有那麼嚴重的大問題的話 大概也不會出手去打對方 打了以後 他們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 要遠比陳一鳴的那個要來得深一點 來得久遠一點 但是打了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雙方各自回到他的同溫層 就打人的人回到他的同溫層 尋求說 稍微稍微講幾句 過去跟現在又不一樣 現在打人的人會覺得很優雅 甚至暖男暖女的樣子都出來 然後請他的同志出手挺他 那被打的人 當然就一副可能的樣子 也回到他的同溫層 我覺得這個都不重要 因為今天藍綠兩邊 尤其是藍的都回去找那些說 你們過去 甘丹鞋子 馬英九十遍 我覺得是細數過去的帳 其實對這件事情於事無補 這個沒有什麼 因為那個帳是在歷史上這樣記下來 到目前所累積的功過 所累積對藍綠綁塊的影響 其實都已經定案了 現在我們就有在講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終於進入主題 現在才要講這個案子 你沒有背景說明 你怎麼講主題 對不對 你現在這個案子 我平常跟你講 這個是豬隊友 因為這種事情你發生了以後 對你想要推動的Course 就是說你要推動的一種想法 或者一種運動 其實是有傷而沒有幫忙的 短程內 這是吳思堯說的 轉型正義是重要的時代使命 非推不可了 沒有退路了 所以這種事情 幸虧距離大選還有一年 如果下個禮拜就要投票 這個就幫得倒忙 就好像習近平 幫了蔡英文總統一樣 這個就幫得倒忙 藍的票恐怕就要留十一部分 這個是短程的 長遠的影響 就要看中間選民的集體觀感 他們會覺得說 這件事 到底阿正是要怎麼處理 到底那間房子要怎麼處理 這個本來還不太願意去想的 由這件事情的發生 他們就願意去想 結果不是說這件事情 就會發生很大的移動 但是累積的結果 這個中間這一塊 到底要進階往南移動 還是網路移動 這個就有他的 不可否認的影響 所以這就是很可惜的 就是說深藍的跟深藝的 恐怕也都不太希望 他們自己的陣營 有這樣的人惹這種事 因為沒有幫忙 反而害了大家的Common Cause 共同的理念 反而是害了大家 但你沒辦法 因為他出手你也不知道 他有沒有向你報備 所以這個就只能說這個是豬隊友 豬隊友的動作就無可奈何 所以這個其實是深埋在台灣 因為統治問題沒有解決 因為我們旁邊有一個 北京有這麼一個大的干預的人 所以我們這個兩邊 我常常講台灣 就是一個嫁接的玫瑰 不是一個土生的牆尾 所以老幹心智永遠都不攏 雖然現在比以前好 但是這種都不攏 大家心頭的愚恨其實還在 才會有這種現象 但是我越老 越把歷史看遠 看官 看深 為什麼 我們都是歷史的泡沫 沒有多久我比你們老 所以比你們早死 所以死了以後又怎麼樣 我今天講多講好 講好聽 講拍聽 都沒差 但是這個是歷史的泡沫 長遠你要去看 要看台灣的未來 到底歸屬會怎麼樣 這些人都其實憑著自己的 他們也會說我疼 我有理想 所以你不能怪他 你怪他 他回去的靠不著 所以我們尊重 但是你回去 我想他已經知道 你想他為什麼這樣急著 要道歉 急著要怎麼樣 要投案 不是 我覺得他恐怕 為自己著想的可能性比較少 我覺得他怕 他已經傷害了 可是都有人說他要為他自己 已經有人提醒他 你這樣做 對我們反而不好 所以他要趕快事後要補救 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持久性會超過一天 但是不可能超過三天以上 所以也就過了 但是他的敏感度 他的刺激性是值得我們這樣 讓大家談一下